石器墙面 蓝色窗台 这是在马家乡三河村的独立书店 书店的主人林明德过去曾创立原报 南岛时报及原生报的报纸 他将书店取名为翻译书屋 受到很多原住民朋友的质疑 但林明德说他是希望族人能借着番字 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肯定并超越 我们原住民也要从这种负面的刻板的 其次的番字里面能够解脱出来 重新找到自己的自我 我觉得必须去面对它 去认识它 去了解它 去超越它 所以我来讲就是说 番字来讲有很多层次的意义 第一个不但是说番来称呼所有的外来殖民者 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所看的所有的书 也都是番书啊 林明德投入原民历史文化研究超过30年 家中收藏的文史资料及书籍 加上有人捐出的二手书与购买的新书 加起来约有5万本 近半数与国内外原住民相关 也不乏绝版的书籍 除了卖书 开放学生族租借也提供场地阅读 那独立书店基本上来源就是说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它富有一种对社会的成语 对推动公民社会 或者能够就是透过参与这个设计营造 来改造社会 解放自私的 这样的一个为它的基本的一个目的 现今的网络虽然发达 但原住民相关的文史资料很有限 林明德说 书店愿意与族人分享 藏书会陆续上架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带动部落居民喜欢阅读的习惯 同时也将书香味带进部落 评论新闻 张如游建荣采访报导 沙古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